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上个星期四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以零比七的比数大败给日本队 过去26年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交手时从来没有赢过一次 中国球迷也知道这次客场作战凶多吉少 但是大家却没有想到竟然会输得如此惨烈 在全场比赛中中国队只射门一次 最终零比七的成绩不但创下了国足正赛史上最大的比分差距 也是试预赛最大的分数差距记录 中国有14亿人口也有庞大的足球迷群体 但是男子足球的水平为什么就总是提不上来 这几天网络上讥讽与嘲笑中国男足的段子铺天盖地 赢不了球 中国男足是否成了大家笑话的来源 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当天没有转播这场比赛 这里头是有政治考量吗 纵观天下 监测中国心跳 早报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联合早报的副总编辑韩永宏 今天很高兴我们和早报驻北京的记者于泽远 再一次聊天 泽远你好 你好泽远 泽远我们今天聊这个带一点喜感的话题 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不过对于很多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说 比较引人关注的不是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而是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 中国男足那天是对垒日本队 我想中国的球迷没有预期中国队可以赢 因为过去26年来中国队对垒日本队没有赢过一次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中国的男足竟然输得那么惨 0比7给别人踢进7个球 然后中国男足自己全程才胜门一次 所以这个成绩就有点难看 你有关注那场比赛吗 我们首先很简单的归纳一下中国这7个球是怎么丢的呢 这个比赛我是关注了 当然我没有看直播因为央视没有直播嘛 其实我对足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关注的 但是我知道中国对阵日本基本上没有赢的可能性 因为过去这20多年来中国队基本上就没有赢过日本队 打合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因为日本队这些年它的进步确实是很大 但是确确实实是没有想到能输那么惨 我看了一下比赛的结果 大概是上半场的时候日本队进了两个球 当时呢还有人抱一线希望嘛 2比0也许下半场还能够搬回来一点呢 结果呢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更惨不忍睹 一下让人又进了五个球 所以就变成了0比7 虽然是广大的中国球迷对中国国家队输球 那真的是司空见惯毫不惊奇了 但是0比7这个确实是创下了中国足球队 在正赛史上的一个最大的比分差距 而且呢中国队原来输日本一般都是输两个球左右 这一下弄了三倍多 这让大家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 泽远你写了一篇专栏 说中国国足输出了喜感 一个是比赛输掉产生了喜感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对外出口了喜感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喜感 是表现在什么方面的 怎么样看到那个喜感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这个喜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由于这么悬殊的比分呢 让了很多球迷不怒返校了 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也就懒得生气了 或者说是把大家气过了头 反而气乐了 所以就来了一些喜感 我写的那篇东西 大概这个书就是一语双关嘛 一个是真正的输赢的书 一个是输出的书 它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段子的材料 就是大家都编了很多段子 有人把它编写成了歌曲 就连官媒他也来下场 跑去来嘲讽 中国男族的足球 包括还讲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好比说就是这个中国足球啊 它可能还有一些治疗的效果呢 就是有一个人因为半植物人的状态在医院 躺了很长时间都一直苏醒不过来 结果呢 有一天这是电视机房里面 无意中在播放中国足球的比赛 这个人终于爬了起来 昏迷了半年的人爬了起来 上去把电视机给关了 就是这样的段子 这是确实是让人忍俊不禁啊 实在看不下中国的男主数是这样 还有的段子就是说 中国队不就丢了七个球吗 不就是在七分钟内丢了七个球吗 那其余的83分钟 中国队还守住了呢 是吧 有什么奇怪的啊 还有人就是把它说来 就是你看了中国队的比赛以后 原来有些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学习成绩差 表示很愤怒 但是一看了中国男主就觉得 哎呀 我的孩子还是不错的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男主基本上 他就是围绕着输这样的一个主旋律 在进行各种活动 就像有些人编段子说的 中国男主不进球 他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这是一个广告词来的 就是他 他只是在球场上把那个球搬来搬去 对啊 这是其实是某一个矿泉水的广告了 就是我们不制造水 我们只是大自然的帮运工 所以这个段子 他在中国其实是有很强的搞笑效果 就换句话说 中国对零比七输了 有一部分球迷虽然很愤怒 但是还有一部分球迷就把它变成了一场就是搞笑 其实它也反映出了人们的一种新的心态了 过去大家对这种体育比赛 尤其是输给日本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日本呢 不仅是在体育竞技上 在政治上啊 经济上啊 在历史上啊 一直被中国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对手 还有一部分民众对日本是抱有敌视的 就说是中国足球队他输给别人吧 大家应该还不那么上头 但是呢 他要输给日本的话 大家更上头 但这一次让你彻底上头 一下子输了七个球 大家反而看开了 就是干脆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笑话去看了 其实也是说明啊 足球归根结底 它还是一个体育运动 过去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看得特别重 现在呢 大家能用一个调侃的心态去对待这件事 这也算是一种素养的提高吧 所以中国的男足现在是大家的快乐的源泉 一路以来啊 中国的球迷对于足球就有很殷切的期望嘛 就希望中国的国家足球队在世界的比赛上可以扬眉吐气 给民族增光 据说中国的足球迷啊 是全世界一流的 但是中国的男子足球队就不行 那么中国政府他一直也想要振兴足球队嘛 好像是一种民族骄傲的一个符号 在2015年的时候 中国国务院还推出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的要求 可是到现在已经2024年了 中国足球不懂改革了没有啊 但反正就是没有振兴 而且这次还以历史上最大的比分差距输给了日本队 如果说这个足球以前有问题说是腐败 其实去年到今年也抓了很多人 就是什么啊 总教练啊 李铁啊 这些人都被抓了 还有这个官员 那这个足球怎么就是振兴不起来呢 有些人说这个中国现在电动车也造出来了 火星呢都登陆了 但是就是为什么大家寄予厚望的足球运动就是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足球啊 就是南足 他这个国家队过去40多年来的战绩 他1982年那些世界杯啊 他差一点进去了 中国那时候还有几个挺知名的球星 他们踢的很好 差一点都进了1982年 结果可能也是被其他球队给联手做掉了 然后就来到1986年世界杯的预选赛 也就是1985年进行的 那一次一个非常有名的比赛 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比赛的 就是中国国家队对香港队 结果2比1输给了香港 输给了香港以后 他就失去了出现权 当时就引发了著名的519事件 那就是1985年的5月19号 当时球迷们从工体出来以后啊 就一路呢打砸两边的商铺 制造了很大的一场骚乱 警方也抓了很多人 就是从那个事件起啊 当时就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邓小平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叫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这是1985年的事情了 好了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距离1985年 正好是30周年吧 中国就出了一个足球总体的改革方案 2015年到现在又快10年了 那是2015年2月初的 当时我记得中国足球主席 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蔡振华 曾经在记者会上 在国刑办举行的记者会上 陶醉的说 就是按照2015的规划 将来中国就会有 5万所中小学的足球学校 足球人口也要翻多少多少倍 然后想想就是令人陶醉了 但是这又过去了将近10年 而上周四的中国对日本队的这场比赛 0比7的这个比分 一下子又把人们打回了现实 明年呢又是那个519事件 40周年了 这40年来中国足球 从邓小平当年足球到娃娃抓起 到将近十年前 国务院推出的足球总体改革方案 他足球就是振兴不起来 到底原因在哪里 说句实话 中国舆论中国媒体已经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 从这个大的环境小的环境 从那个市场机制 到这个举国体制 也是从中小学抓起 从娃娃抓起到那个怎么样 让家长舍得让孩子去踢球等等 都出过各种各样的招数 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但是足球这个水平 它就是提高不了 你想在80年代的时候 中国国家队 至少和日本队是同一个水准 甚至比日本的水平还高一点 然后90年代 中国足球开始进行甲级联赛 就是引入市场化机制 反而足球水平越来越退步 这是大家最不了解的一点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 叫做足球是中国的国运平衡器 什么叫国运平衡器 这个又是输出席感是吗 对对对 因为中国这些年 其他方面都发展得很好 刚才永恒也说了 就是包括中国的航天技术也好 电动车技术也好 新能源技术也好 可以说真的是在全世界 有领先的趋势了 有的就是一枝独秀了 早已经赶超 到世界先进水平了 但是足球就不断原地踏步 反而从90年代的时候 当时国家体育总局 有一个官员说 中国足球队在亚洲 就是个二流水平 当时遭到舆论的痛批 现在呢 很多舆论 中国舆论自己认为 中国足球队在亚洲 也是个三流球队 连二流水平都没有 就是从二流球队 滑到三流球队去了 见谁就输谁 当然这虽然有点夸大 但这至少就是说明 确实是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足球和中国在其他方面的迅速发展相比 它不仅是原地踏步 而且还在下降 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大家都已经把所有各种可能性都分析遍了 一些提振足球的一些方案也都设计完了 也去执行了 它就是上不去 就好像当时有人曾经说过 难道我们十多亿的人口都找不出十一个踢好球的运动员吗 现在的答案是确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找出来 还是没有答案 最后说国运平衡器也只是给自己安慰一下 他是开玩笑了 国运平衡器完全是开玩笑了 你觉得是不是中国民众就太在乎足球了 就不要管他了 就输就输了 因为这个跳水也很好啊 体操啊 羽毛球也不错啊 乒乓独步天下嘛 所以中国民众是不是太关心足球 太在乎足球了呢 或者有必要这么在乎足球吗 美国的足球好像也不怎么样嘛 虽然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水平不高 但是中国的球迷可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 但是现在当然了 经过这些年的中国足球不断的挫折吧 球迷现在的数量可能也没有像过去那么多了 大家对足球的认识也不像过去那么狂热 也不像过去那么上心了吧 但是呢 确实球迷的数量还是很庞大的 这个很正常 就是因为足球嘛 它是被号称为所谓的世界第一运动 有球迷就是大家呢 几万人跑到球场上去大声呼叫 大声呼喊 宣泄情绪 它确实是其他的很多运动项目难以取代的 所以它有它的道理 经过过去几十年 中国足球不断的给中国球迷不断的暴击 球迷对中国国家队呢 它虽然人还是球迷 但是对国家队的希望早已经降到最低值了吧 尤其是这一场零比奇的比赛之后 它可以说是降到最低点 但是也不会说让中国的球迷就完全绝望 因为足球作为所谓世界第一运动 它本身的魅力是存在的 所以不管球迷有多么失望 还会有很多人去关注足球 中国很多球迷还是非常的热爱 世界第一运动足球 但是中国各方面都在突飞猛进 足球永远要让他们心里面有一点痛一下 上个星期四 中国对日本队的比赛的时候 还发现一个小插曲 就是那天晚上 中国的官方媒体 央视没有转播足球比赛 一般上央视都会转播 转播的话 那么在中国国内 民众就可以直接看央视 不用花钱 看免费的 这一次呢 就央视没有转播 唯一一个可以看到转播的 就是要花钱去一个网站 爱奇艺那边去花钱去看 结果呢 就被很多人骂翻了 当天晚上就很多人生气 就说国足比赛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 怎么还要掏钱给人看呢 就大家打央视骂翻了 后来这个比赛比输了一个7比0 就很多人说 其实央视很聪明 早就知道会输了 所以就有先见之明 没有播这个可能会伤害 民族感情的比赛 然后也知道中国国足 旨在丢不起这个人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央视是知道吗 是不是以后 他们的官方媒体 在转播 中国国家队参加的比赛的时候 他们的转播 其实是在变少 那是因为经济原因呢 还是因为他觉得 这种我们的国家队 可能不会赢的 就不太热心转播 当然和中国足球队的成绩有关系了 但是央视的借口说是 安全方要价太高了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理由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确确实实 就是大家知道 能够判断得出来 其实大部分足球专业人士 也都认为中国队必输 但是没有想到输这么惨而已了 所以对于一场必输的比赛 央视不转播 他有他的道理 中国当时正在北京 开中非合作论团峰会 正好是9月4号到6号 比赛是9月5号 如果央视转播了以后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愉快 我不认为央视会讲到会7比0了 但是他至少知道你要输嘛 要输了以后 让大家不愉快 或者已经闹点别的什么 宣泄一些不满情绪 这个可能不是太好 所以他就做出一个 不转播的决定 事后证明他这个不转播 确实是非常对的 因为他不转播 至少可以让上千万的人 没有现场看 就事后听大家输了7比0 大家事后看 事后去评价这件事 和现场看了以后 去评价这件事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后来就出了这么多的笑料 也可能就是因为大家 没有再让7比0 以现场直播的形式 给大家予以暴击 所以大家还有心思 去进行这么多的调侃嘛 所以这个央视这么做呢 我相信会有一定程度的 政治方面的考量 从经济价值上讲 你去转播一场比输的比赛 那本身也就是挨骂嘛 如果这个变成一个常态的话 其实有一些中国的运动迷啊 网上有些声音就是说 现在官媒转播比赛 包括奥运很多也没有转播 如果是以中国国家队的表现 优劣来决定是否转播 这是会导致中国国内的 很多运动爱好者他们失去了 看比赛的直播的很多机会呢 虽然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某种程度上讲也算是个商业行为 因为毕竟要买版权 奥运会他必须得买 他就是没有直播 他也得重播一些比较重要的比赛 很多是隔天才重播 有些时候直播延迟 或者三场比赛 第一场没有播 第二第三场才播 他也不可能时时都转播了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国外 有时候看这些东西 他也是要收费 他其实今后他也会考量 一个是经济考量 还有一个稳定方面的考量 他肯定也是有的 因为你要是转播 他让大家天天看一些 近视中国队失败的这种比赛 那肯定是对大家的士气 是有影响的嘛 对央视的形象 大家因为有时候 都不一定会骂运动队 他可能也迁怒于电视台 有些人甚至激愤一点的 还去砸电视机的 这个也都有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央视这么做呢 虽然大家很失望 但是接下来要和沙特大连比赛 这大连比赛就没有理由不直播了嘛 所以他这个播他还会直播的了 他只不过呢 如果有像中非合作论坛 峰贵这样重要的场合的时候 他可能会做一些筛选 所以我们在看中国各种事情 包括看中国的体育 中国的男族 看中国央视有没有转播的时候 还要结合大环境 来一起综合性解读 我们才可以更了解中国 谢谢泽远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潭西论 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 助导王文艺 剪辑梁天赐 东潭西论 每逢星期二更新 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